來到不熟不食澳洲篇的最後一集 但我們一樣會適力以赴發掘美食 有香氣四日的金貴松露 令人匯味無窮的車尼紫醋 還有望下嬌艷肉滴的新鮮水果 就讓我們繼續在陽光之下 暢游這個大自然廚房吧 麒麟 芝莉姐 和你來了幾天物耳本 我們吃了這麼多不同的食材 我發現一件事 原來好的食材和廚師的關係 就像一匹千里馬和百樂一樣 你一定要很清楚食材的特性 才能把食材發揮得臨利盡致 真的說得對 因為如果給你多漂亮的食材 你不會把它配搭的話 只會浪費新鮮食材, 是嗎? 我明白的 好吧, 待會我去找這裡的廚師 看看他如何把新鮮食材化腐朽為神奇 墨爾本有很多餐廳都走Fusion路線 這間在摩寧頓半島的頂級餐廳也不例外 老闆Max更利用上等車離子 炮製出令他自豪的車離子醋 我把香檸檬放入醬汁 煮六個月, 高溫度 再加上芥末、葱、葱、葱 我把香檸檬放入醬汁 然後我把香檸檬放入醬汁 我們用來煮雞肉 在餐廳的食材 我們會在吃今天吃 我把香檸檬放入醬汁 我把香檬放入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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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酸到你無法入口 或酸到你覺得是醬汁 但味道又很濃, 是嗎? 我想說它有點甜甜的 是, 因為有車離子醬汁 這個很棒 很棒是嗎? 我知道這裡除了有車離子醬汁 還有一個食材也很棒 就是黑松露 這首歌是黑松露 ,我幫你拿不醬汁 我把香檬放入醬汁 我把香檬放入醬汁 那是黑松露 也不可以給你 你捉了 不要再選掉 是, 提先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澳洲餐厅有评级标准 一至三顶模作为评分 三顶模就是最顶级 而今天这家餐厅有两顶厨师模 是的, 要那么漂亮的环境 和那么好的食材 才能得到那么高的榮岛 我們現在面前有沙律 有脆肉瓜, 加了牛油果 再加上白色的松露 但給人家感覺很清雅的感覺 對, 我沒試過隔得這麼薄 來吃的脆肉瓜 我想說他混了這個秘製的忌廉 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忌廉 味道很甜 很甜 對, 很甜 對… 白松露的味道很濃 原來白松露比較清香 是… 難怪他說白松露比較貴 今天的主菜是鴨胸 它的煮法挺特別 因為有些汁在這裡 讓我覺得有點像東方烹飪的感覺 你想說什麼? 很入味 很香 很香 因為吃外國餐, 很多時候是靠醬汁 或者再加些什麼胡椒粉 就在表面上的麵有味道 但這個吃到最裡面的一口 還有我真的覺得它的醬汁 有點像蠔油、生抽獻的感覺 有嗎? 其實Max融入了中式和西式的煮法 應該是嗎? 對… Max在鴨胸的醬汁裡加了車梨子醋 再加上用白松露做的沙律 實在將兩樣食材發揮得淋淋盡滋滋 不行, 我也要嘗嘗用黑松露煮的菜 好開心, 有這麼矜貴的松露 給我炒飯 是 這個是Thomas松露 是 我首先加薑米 是 我想薑米爆香一點 而不要太辣 這樣我再把我處理過的光瑤柱 這個很丟盤 是嗎? 很多要求 很重要 很多時候炒飯的時候 材料未熟的話 就會變得很麻煩 飯要再放進去的時候 跟飯一起熟, 沒那麼香 我們先炒自己預備放的材料 熟了之後, 香了之後 我們才放雞蛋 因為松露不能經過80度的高溫 所以稍後炒完飯之後 才把松露慢慢磨下去 炒蛋, 這裡也有一點秘訣 這個蛋不需要炒至全熟 為什麼? 有八成熟的時候就可以了 要有一點醬汁 可以包著米飯 通常我們預備炒飯都是預備四碗 或是幾碗而已 這樣我已經收貨了 但是我又想… 這麼難得拿到這麼漂亮的松露 當然是想大家分金和味 我這個鍋是放了多少飯 我就炒了多少飯 所以這個… 希望大家都可以吃 這個不是那麼準確的 但是想告訴大家程序是怎樣 有很多人炒飯 喜歡炒的時候才放雞蛋 但是我喜歡把雞蛋炒至七、八成熟 的時候放飯 飯要炒得成功 最重要是不要讓它有一塊塊 應該是一粒粒 這樣才好 雖然我的光瑤柱也有一點味道 但是我會加一點鹽 是很少的,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鹽, 有一點點鹽 不會說有一塊塊飯在那裡, 是嗎 看到就行了 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是 我開始把這個… 松露 松露刨下去了 好… 是不是很厲害 是不是會浪費整個松露? 會的… 我們不想它太熱的時候放 不要浪費它 這個就是我們的黑松露 還有我的… 松花 松花, 對, 沒錯 這有很漂亮的蝦餅 很棒 我第一次用炒飯跟蝦餅 對, 沒錯 是有蝦餅嗎? 是, 你很美味 我做了很多蝦餅 你也知道 你可以繼續吃, 拿時間吃 你給我這個就行了 好吃 謝謝 謝謝 你先聞一下… 聞到泥土和那些黑松露的味道 很大層泥土味 栗子煲雞湯,你一定試過吧 是嗎? 這次我試用本地的雞上腿 我當然用了瘦肉 是 栗子和陳皮 有很多人說雞皮會怕肥 你出水時,很容易把雞皮拿走 但有時候我又覺得 如果淡湯連一滴油也沒有 就不夠滑 所以我留了很少部份的雞肥在那裡 水滾的時候 我們把所有材料放進去 是,出水就是把肉類的浮油物 或者裡面的髒的血水逼出來 湯會清晰一點,更好看 栗子是去殼和去衣 是 是嗎? 在本地買的栗子 原來它是脫下殼、脫下衣浸在水裡 我覺得好像比較小 對 比較奇怪 我再加了一個陳皮 陳皮通常說… 因為裡面的囊比較厚 很多人說濕熱 所以刮了它 也有些大廚就說 濕得多熱 這麼少少的狼 這麼兩塊 對 隨便浸軟後 放進去一起煮也很暗 看看你自己心安 如果你覺得是… 我刮了它會比較好 我怕 好,這個又可以喝又可以吃 對 好吃嗎?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我喜歡你的花 謝謝 謝謝 原來中式湯是受歡迎意料 對… 謝謝 大家都說來到澳洲 要喝兩杯紅酒 不過現在日光日白 我還是先喝兩杯果汁 Gee姐姐,我留了一杯大的給你 真聰明 誰知道澳洲的水果 又大又甜又多汁 而且還有機器,很健康 我不客氣了 其實我今天帶你來到這個果園 就想告訴你 這裡有三百多種水果 我們可以一邊走一邊摘來吃 很棒 從墨爾本市中心開一個半小時車 就可以來到這個位於阿拉河谷的果園 這裡氣候溫和,與良適中,陽光充沛 特別適合種植品質上乘的獨特生果 在Raina's Orchard 這是家庭的商業 我們在阿拉河谷,離開芭蘭 現在的妻子操作咖啡店 我擔任任務 年輕人,Cameron 他操作修補、維修、維修 和普通財務工作 年輕人,Andrew 他操作最多的工夫 也操作小孩子 這裡也擔任任務 風趣幽默的Alan已經宜孫滿堂 但她仍然很熱愛果園的工作 每次她和遊客介紹果園的成果 大家都由衷感受到她的滿足 Alan說這裡的果園 平均一天要試八種水果才為止 合規格 真棒 我們今天可以試哪幾種水果呢 看看它停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來… 原來選肚子和外形 看它的頂部和屁股的顏色 屁股要什麼顏色? 屁股要紅紅的顏色 上高有點白色,也不介意 但是按下去也要軟軟 但是如果你按過之後 真的要馬上買來吃 否則多虧你不少 按到橫掌刀印在這裡 而且它真的有很多汁 吃完之後 隨時歡迎你到處擲這個果園 我們給它們一個營養 對,沒錯 好,好,蝦 這些叫樹番茄 切開它之後 的確有點像番茄的樣子 它說如果掛在樹上是苦的 但一跌在地上就只能吃熟了 嘗嘗什麼味道 它說不要吃皮 因為一來跌在地上 為什麼你躲成這樣? 因為有點酸 還不錯 還有我覺得它好像有點鹹鹹的 好像醃了番茄的味道 它永遠都會酸 為什麼? 原來它不甜 我還帶著吃水果甜的水果 心情去吃 這道橙子雖然是有一點綠色 但是沒有所謂的 這道橙子總是如此 它說會有很多汁,嘉琪是嗎? 我剛才一割開 我已經馬上聞到很濃烈的橙味 好甜 對,很甜 我覺得橙汁多得好像喝橙汁一樣 很酸, 皮會比較厚? 對… 用來煮菜就可以了 即是我可以留下 是… 不敢, 留給豬豬豬煮菜 家琪, 這裡的水果 除了你能吃得即食之外 還有專人可以教你 把你喜歡的水果放進瓶裡 就可以保持久一點和吃久一點 很甜, 一瓶瓶水果簡直是最好的手信 將它們帶回香港送給朋友 就像將墨爾本的陽光空氣水土 帶回來一樣 這裡有這麼多不同的水果 真是令人眼花瞭亂, 怎麼選呢? 既然已經去到這麼漂亮的果園 摘到這麼漂亮的水果 當然利用它來煮一個鮮果炆牛腩 當然買到一些牛腩 我們通常處理牛腩是先出水 通常我起鑊 我喜歡放一些八角, 蒜頭, 薑和冰糖 冰糖溶了之後, 賞色就會特別漂亮 肉的顏色也稍微鮮亮一點 有一種小辣椒的意思是 讓它增加它的鮮味, 好嗎? 好, 這個鑊是挺紅的 我們把它略為色細一點 我們看到糖溶得七七八八了, 是嗎? 溶了糖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牛腩放進去 出水的牛腩真的有水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傷心 把牛腩放進去, 那些冰糖已經溶掉 你會看到的肉會很光亮很多 亮麗很多 所以加冰糖溶到起鑊的時候 待會煮完這個菜 就不需要再加糖了 好, 又可以加大一點火 然後我灒酒, 這些是紹興酒 大約一湯匙左右 然後也要加少許莫糞醬 有很多人問我什麼叫原莫糞 其實就是麵糞醬, 把它磨到溶掉 就叫做原莫糞 沒有一粒粒的麵糞在那裡 然後我就可以加這些水果 好, 這裡是兩粒粒, 兩個橙和一粒檸檬 還有炆完出來大概是炆一個多小時左右 炆完出來, 橙和檸檬已經不見了 不過不要緊, 味道是全放進肉裡面 我們到時候看看, 如果需要 就要加一些生抽或者老抽 如果不需要的話, 顏色漂亮就夠了 每一次炆完的時候, 我喜歡用滾水 加水通常我們到食物的平面就夠了 當然, 如果火喉是開得太大, 太早扯乾水 而肉都還未曾淋, 那就不適合 最好等它水滾之後, 你就會收中慢火 等它慢慢再炆一個多小時 你就可以試了 因為很多時候, 每家人鑊的火喉都不同 有些人會…所謂中慢火就是沒有聲氣 就太慢了, 太慢了 如果可以保持像一朵菊花一樣開放 就為止是中慢火, 就可以了 不要太慢了 現在我儘管蓋一下, 等它滾了之後 我們才收中慢火來炆 炆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們就可以看看它的肉的味道 當然這個也真的要說說肉質好不好 我相信澳洲的肉應該很漂亮 一個半小時怎樣也夠了 或者如果你還想省時間 可以放進壓力鍋裡 二十分鐘也搞定 因為我覺得這樣煮法 就是吃到它的牛的香味 也有水果清新的味道 這個就是梨 對… 你試一下… 試一下梨 梨炆了這麼久, 它還有一點… 我沒想到… 沒想到嗎? 真的吃不出… 是嗎?但也很好吃 吃了, 炆了出來 好吃, 但真的猜不到 原來是梨 是嗎? 這裡… 這裡… 不是… 所以它非常合適 漂亮 很新鮮, 很好吃 到了果園最大的感受 其實是那位原主 因為你認識它不久 你已經很感受到 對於種水果的熱誠 它隨身都會帶著小刀 我們每次輛車一經過水果 它一看到漂亮的 或者看到我們沒見過的水果 它就忍不住會馬上下車去選水果 直接給我們吃 而且我覺得 我可以去到那裡 可以即吃水果 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的感覺 整個澳洲給我的感覺 就是跟三十年前很不一樣 無論在食材方面 譬如說是蔬果、肉類、海鮮 尤其是 全部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盡 而且非常新鮮 對於我來說 在這十幾集的節目裡面 我真的… 全部都很想把它們用光 放在我們的菜譜裡面 當然, 這麼匆匆忙忙 十幾集都介紹不夠的 我們只去過三個城市 希望有機會再來